當然我們輔導有很多關係 會跟我們說他們自己的問題 其實在離婚的階段 落落去是甚麼問題 大部分都是這些問題 總之你來或罵這些問題 通常都是因為這樣離婚 其實問題真的可以很多 譬如第三者 第三者事實上是令到另一方很痛心 但雖然這樣說 其實也不是即時被傷害的一方 真的打算一定要離婚 其實他也希望可以再浪子回頭 回心轉移 但另一方可能真的迷失了 但其實男女也有 這也是涉及一個社會現象 其實很多第三者 都可能是有外遇一方的同事 或者經常在工作上會接觸的人 總之我們現在認得更新的 姦